大家好 我是Selena 我今天來到百明漢 這裏是百明漢市中心的其中一個 很出名的地標商場 就是Blue Rain 我今次去百明漢是購物還是看樓 全部都不是 我想告訴大家 我們在百明漢屬於英國的中部 其實我們有一個很出名的 聖誕節的一個類似嘉年華 它叫做Wermerham Frankfurt German Market 它源於裡面的建築擺設 甚至裡面的攤檔 都是沿著德國 然後來到英國去展示給大家 這一個就是百明漢的German Market 或者我們叫做Christmas Market 其實是一個聖誕市集 這個聖誕市集其實是每一年 是一個很受歡迎的節目 還有裡面也有很多的攤檔 有超過100的攤檔 還有裡面也有吃 玩 還有一些工藝 什麼都可以買的 應有盡有 我稍後帶大家去看看 其實由這個Blue Rain的商場一出 其實就走大概是3至5分鐘 它的地標介乎是在Victoria Square 即是維多利亞廣場 還有就是百明漢的天出教堂那裡 因為今天比較大風 還有有一點飄雪 所以可能聽的收音或者沒有那麼清楚 這個就是百明漢市中心 現在雖然是3點半 但你都看到已經到了黃昏的時間 這個就一進去 其實這個百明漢的聖誕市集 是免費入場的 其實你只需要去每一個攤檔那裡 你去買東西 或者隨便你走 拍照 打卡 什麼都可以 你看它這些木其實全部都是一個德國的傳統 它們都是比較重視木的工藝 所以你看它每一個攤檔都是一個小小的糊塗的木屋 好像配合聖誕節的聖誕老人 你看它每個房子的攤檔都會賣一些林朗種組都有 我們先在門口那些以食物為主 你看它都是一些特色的小食 那些人買完之後可以站在那裡吃 它亦會有啤酒 熱朱古力 這裡就是熱啤酒 熱朱古力 還有大家知不知道在聖誕節 英國都有一個傳統他們很喜歡喝 因為天氣都很冷 我們都會喝一些熱的紅酒 他們叫做Mobile 其實在這個聖誕市集都會有這些 那些人都會買一些小食 小食上面都有些甜品Pancake 什麼都有的 那這裡就前面 你見那些人都是派對 因為今天是weekday 相對來說現在就沒有那麼多人 這些就好像他們香港賣的Pancake 你見每個小屋都有不同的佈置和擺設 那這個就是他們的全名叫做Franford Christmas Market 我們穿過這個 這個都是一個地標的入口 那這裡都是一些 還有熱狗都是他們來到必買的 也都必吃的 那這裡就是屬於我剛才所說的市中心 就是你當它在聖誕期間變成一個杏仁專區 那這些墨屋子就基本上你大概走一個小時左右 那基本上有100個攤檔 就是我上網查過 那它是隆隆種種的 那現在這個頭段就是以食物為主的 但是其實它還有一些賣一些工藝品 甚至還有一些機動遊戲的 那一路走一路我就再展示給大家看 這個Grand Central 其實是一個八明巷 一個很重要的火車站 裡面就是有去到整個倫敦 我們英國的中部 甚至其他在北面 全部的南面 全部的火車都會在Grand Central那裡的 那你見這裡有一些路軌的 其實也是八明巷的另一個地標 它是一個有電車的地方 它的巴士、電車和火車都是很繁忙的 那這裡我特意拍下它的建築物 它的建築物你見到其實它都保留了很英國的傳統 在八明巷可能大家認知的 都是好像很雜亂 或者好像很多有食人種 不同種族的人 或者治安很差 但是它都有一些靚的 或者歷史的遺留一個好的東西 那這個就是我剛才就是食物那一區 那我現在就過了食物那一區 去到來到第二個點了 第二個點就會是它又分了 賣完濕貨 我們當作食物那它就會賣一些工藝品 可能是珠寶 即是乾貨為主 食物、擺設 甚至它亦都會有一些手工藝品 那我們就一直走過去那些攤檔去看看 現在是三點半 但是你見到它都好像很黑 而且它始終它都是一個繁忙的地方 你看到它有些小巷都有些佈置 那這些就是那些的工藝品 那這些都是它的擺設 其實真的很像香港那些市集 它繼續有一些不同的東西 就是熱狗是其實有很多檔的 因為英國人都很喜歡吃熱狗 德國也是很喜歡吃熱狗 那這裏這一檔就會是賣一些豆腐 即是不同的口味 它自己在現場去焗 所以它的小屋可以做了很多東西 那這些水晶 甚至它們有自己做的手飾 那些工藝擺設 你見它有些可能是跟聖誕有關的 有些可能是日暑 即是它們自己平日在家的家居擺設 那它一路走的時候 其實這都是一個我們英國中部 頭三大即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聖誕的市集 那所以你見它差不多每一個角落 過少許都會有一些燈 裝飾 即營造過聖誕的氣氛和感覺 其實這個是很出名的 即是在我們中部 即是除了剛才我說的白明漢之外 Ossford Camp Beach 甚至Leicester 即是很多不同的地方 都會有它自己個別的市集 但是它的市集通常 如果你說規模的大 或者店舖多 或者多人來 或者打卡 通常都是來這裡白明漢的 我現在逛逛逛逛逛 我現在前面這一個是一個 是一個名牌 這個叫做德國啤酒 但是這個 其實我來過幾次 其實每一年都是有這個名牌 它是類似一個酒吧 它有熱飲和凍飲都有 除了德國啤酒 甚至是其他 你說要英國的啤酒都會有 它除此之外 也有熱朱古力 熱紅酒 即我剛才說的Mold Ride 都有供應 你見它 已經有很多人 已經開始在這裡坐著 在這裡聊天 你見它上面那個 不過聖誕老人不斷去轉 其實每一個檔攤 每一間小屋 都有它自己的特色 而這個也是一個地標 所以很多人去不同的攤檔拍照 我們又繼續去逛逛其他檔口 好 我們去到最後一個部份 這裡有幾樣東西比較最精彩 第一這棵聖誕樹 就是它每一年的標誌 就是每一年都會有 就是很多人在這裡打卡 接著會上網 接著這裡也會有一些機動遊戲 但是因為去年疫情的關係 所以整個八明巷的聖誕市集 就是主持了 你看它今年重開 裡面的東西 基本上跟我之前 疫情的時候 全部都是有回來的 我第一次來八明巷這個聖誕市集 我都不明白所有的聖誕市集 一定會有個旋轉木馬 而且都好像很fancy 所以其實這個旋轉木馬 聖誕市集裡面是很多時候都會有的 接著會繼續有一些不同的屋子 正如我所說 每一個屋子都有賣一些不同的食物 主題的小食甜品 它都有一些花桌給人 所以就算是錯失了 你一直走 你邊走是邊吃 還有熱狗一定是必買 因為大部分的人 你看它頭中尾都有個熱狗 例如你看它有個雪人 其實它的夜飲大概是 我看的好像是5磅 它的杯子是給你的 如果你想喝熱的 就有個雪人 甚至是紅色的雪虛 我看現在大部分人拿著的都是白色的雪人 這裏都是喝啤酒為主 你看它這個聖誕屋 又是鹿、聖誕路人這些 因為旁邊的 因為在英國都真的比較冷 所以你看它們都有些露天的屋子 但也有閃蓬 等到大家不要那麼冷 你看現在我由三五幾剛才來一邊拍 現在是四點鐘 差不多已經是超過一半以上天黑了 又未去到100%全黑 但都已經有六成至七成黑了 所以你看燈都很閃了 因為現在就是 亦都有它們的不同的小食 Vagel、熱狗 又繼續是熱狗 其實它的食物每間都是賣類似的東西 價錢又不是很貴 幾磅左右 如果你說來到一階大小去玩 就是消磨一下 就是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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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是蠻好的 而且它們都相對來說 在英國不像香港那樣 有些小食檔 在英國是沒有的 全部都是去餐廳吃 最多你去吃所謂的小食 你就去Cafe 所以它們這些Kiosk仔 類似小食檔仔 其實不是經常有的 而且每次有都很受歡迎 這裡都是它們 炒一些的薯仔、漢堡 這些也是Pancake 接著就差不多 這裡是去到盡頭了 我已經介紹完整個 發明看這個聖誕節集的重點 還有有甚麼好東西吃 有甚麼節目 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 就可以過來參觀一下 還有告訴大家 因為這些聖誕節集 每一年都是一年一次的 大概每一年的11月中 開始有亮燈儀式 接著就開始有個聖誕節 去到過渡完聖誕節就會完 之後第二年的聖誕節才會再有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記得Like、Share 以及Subscribe 我們的燕斯物業頻道 我們記得最緊要 按旁邊的小鐘 我們下次有任何的片 會再通知大家 拜拜 我們在倫敦、曼城、利物浦、百明漢 提供全面的物業管理服務 也有幫助海外的投資者 在英國置業 如果有興趣的話 歡迎你WhatsApp 或者是上我們的網站 或者電郵我們 去了解更多的資訊